要说盗墓界的祖师爷是谁 当然是非曹操莫属 当年曹操为了愁挫军饷四处盗墓 就连秦始皇陵的主义都敢打 还为此召集了众多摸金校尉 生前将盗墓的勾当都干完了 死后自然也害怕遭到报复 所以为了防止被掘坟 曹操弄了个72遗种 传说曹操下葬的那一天 夜城所有的城门同时打开 有72口棺材 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发 就连台关人都不知道 曹操到底躺在哪个棺材里 在后世当中的遗种中也曾写到 遗种72 种种魂相似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曹操墓 2006年随着一声巨响 河南安阳安丰香发现了一座古墓 考古专家闻讯赶来 却有惊人的发现 这座古墓的主人竟是萧雄曹操 专家们本以为这位萧雄的墓中 一定有无数奇珍异宝 但随后的发觉却让他们大跌眼镜 直呼颠覆形象 村民在浇水的时候 竟然大半天都没有把地浇透 等到村长前去查看的时候 竟然惊讶地发现 水流呈现一个小漩涡 流向同一个方向 不过水并没有往下渗 并且周围的土地还是完全干燥的 这就说明土壤的下面 可能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阻碍了水的流淌 村民百思不得其解 经过仔细观察后终于发现 在漩涡的下面竟然有一个大洞 这个大洞足足有一米宽 由于里面蓄满了水 根本看不到洞里究竟是什么 村民找来一根长长的树枝 想探测一下这个洞究竟有多深 谁知树枝伸下去以后 却根本没有碰到地 普世的村民不敢耽搁 立即将此事上报了当地相关部门 这个消息发出以后 很快一支考古队伍就来到了这里 考古人员将倒洞处理以后 做好安全措施就进入到洞口深处 这个倒洞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深 等到它到底底部以后 拿手电照了照四周 还真是一座陵墓 这个倒洞直插陵墓的内部 虽然进入陵墓轻而易举 但是考古人员的心 还是沉到了谷底 既然倒洞直通底部 那也就说明之前盗墓贼 已经成功进来了 说不定里面的墓室及文物 已经遭到了破坏 带着惋惜的心情 考古人员决定对这里进行全方位的勘察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一共找到了三个棺果 共出土了三具人骨 分别为一男两女 根据史料记载 曹操去世的时候为66岁 并且生前一度受到头疯病的折磨 当年的华佗就是为了给曹操治疗头疯病 而被杀死的 而在这具发现的男性遗骨中 在头部遗留的牙齿上就发现了非常严重的蛀牙问题 于是专家就推测 曹操的头痛问题会不会是蛀牙问题引起的呢 同时根据对遗骨的监测 发现其主人的年龄大概在60多岁 而这也跟曹操去世的年龄相吻合 在这个墓葬中 发现了写有魏武王的石碑 这里的魏武王指的就是曹操 根据目前发现的种种场景 专家推断 这里就是曹操的陵墓 除了石碑之外 墓中就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文物了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陶器 画像石等物 要知道 当时的东汉可是流行后葬 人们认为誓死如是生 所以很多王公贵族死后都会有大量的陪葬品 而曹操的墓却竟然如此寒酸 世人都流传72亿种的故事 其中的传说掉足了人们的胃口 导致至今人们都争论不休 不过比较意外的地方在于 事件广为流传的72亿种 截至目前为止 考古学家证实了很多所谓的曹操蚀种 实际上都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 其中具体的数字并不是72 而是有一百多座 还有很多蚀种 实际上都是用人工风土堆起来的 很多蚀种的规格 与曹操所制定的形制都差别极大 很显然不符合历史 这也就排除了曹操一种的可能性 直到这次 村民发现了真正的曹操墓 更是彻底推翻了72亿种的说法 这起流传千年的历史遗案 就此宣告终结 至今为止 曹操的形象在历史上依旧是褒贬不一 通过这次曹操墓的出土 竟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豁达 不拘小节的正面形象 这个形象无不揭露出了曹操冷血无情背后的一面 里面的陪葬品让人们意外 不但能确定根本没有所谓的72亿种 更是让人们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曹操 如今 这座曹操高龄已经被列为了遗址博物馆 经过工作人员的数次挖掘 目前为止已经展露出了整个墓葬的整体格局与体系 回顾我们过去几千年的历史 也许我们会最心于各种王侯将相的故事与传说 但是 他们这些人不过只是历史的过客而已 当长江滚滚向东而去 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 他们留下的也不过只是晚风中的一个姓名罢了 真正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所有的历史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的历史 无论是各路王侯将相的命运 还是王朝更迭几乎都逃不过一个真理 谁受到人民的拥戴 便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而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公 永远都是人民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